递交了离婚申请 周先生和吴女士的生活 进入了离婚冷静期 可是在这离婚冷静期里 两人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所以在离婚冷静期的第二天 他们就相约来到金牌邀请 现在不是冷静期吗 这种婚姻 不知道是去还是留 能挽救的话就尽量挽救 让人奇怪的是 离婚的导火索 仅仅是因为丈夫去赴宴 没有经过妻子的允许 这个好奇怪 怎么我就吃个饭而已 你看别人叫他吃个饭 立刻就走了 然后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个 更奇怪的是 这个喊屈叫冤的丈夫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觉得 他一点也不冤 如果真的是发生了意外 你是有间接故意的 你根本没有认真地看到 你太太受的伤 起码你没有考虑到 对方的感受 你就是自私的 调解现场 妻子描述的场景 惊心动魄 用那个拳头 一个就这样子吹 我就赶紧躲开了 他就那个杯子砸过来 我很不高兴 我说我就会死掉了 我说 我想一下我不能去死 他没有去追你 没有啊 两个人离婚的原因背后 到底还上演了 怎样的故事呢 然后他到了派出所之后 他非要搬起来 一直觉得 他很爱我呀 他在乎呀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之间 真的是不是爱 我是一个相当冲动的人 但是呢 我的脾气来得快 去得又快 认错了完了之后 一人一错再错 我不觉得你是真的认错 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上 简单粗暴都是硬伤 简单可以 但粗暴不行 这段瀕临破碎的婚姻里 他们究竟谁是谁非 离婚冷静期前来 寻求帮助的他们 能在调节老师的帮助下 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吗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节 离婚冷静期里的调节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节员李金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吴女士 一位是邹先生 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要解决什么问题 昨天 我们进名证据了 提交了那个离婚申请书 现在本禁期吗 今天来到节目组的诉求就是 这种婚姻 不知道是去还是留 这次离婚是我提出来的 因为他之前 每次都说要去离婚 他说我一直都不同意 端午节的第二天 他说要去离婚 我说我不去 我说了我不同意之后 他离家出走六天 我觉得 如果我们这样在一起 我们双方都没有一个改变的话 就这样继续走下去 我不知道他下一次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永远得不到解决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 我们的离婚申请是昨天去申请的 但是我还是希望 人物挽救的话 就尽量挽救 因为我们十七岁认识 到现在差不多二十年了 回忆起过往 丈夫周先生说 她和妻子吴女士相持相爱 两个人白手起家一起打拼 见如今家里的公司规模不小 周围的人都羡慕不已 最近两年 公司业务不太稳定 夫妻俩时常发生争吵 在周先生看来 夫妻吵吵闹闹 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有一天 他去看望一个朋友 朋友邀请他一起用餐 妻子吴女士 竟然因此提出了离婚 我说我回去吃饭 他说饭都做了 就在这里吃一点 我说那好 我说那我回去跟我老婆说一下 结果他说我没有提前跟他说 我就去吃饭去了 他就发了一条信息给我 他说 他说我们离婚吧 我是觉得 我说这个好奇怪 怎么说我就吃个饭而已 那你后来做了什么呢 我跟他陪你道歉了 我说我错了 这么饭以后我回来 他就直接走掉了 已经走了 走了 他拿着车钥匙开着车 直接就走了 然后 然后就六天没有联系 一句话也没有留 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 我真的是快听不下去了 他吃饭 包括他这么多年 这么多应酬 我不可能每次都跟他吵 那天他出去吃饭 没有跟我说 我确实我是走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把事情 说清楚一点 他好多东西他都漏掉了 例如端午节之前 我们就已经吵了一次架 就是因为他经常就不在家 他看电也就是 要不就刷抖音 要不躺在办公室 要不就睡觉 然后我本来就有情绪 我们就为这个事 就早几天就吵了一次 那天就端午节的时候 你看别人叫他吃一个饭 立刻就走了 然后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个 我就立刻就 我就火猫三丈 从他的这个行为举动里面 你觉得你看到了 很绝望啊 绝望什么 就是他就是没有那种危机 不负责任 很失望 因为这个工作是这样的 工作现在 因为现在市场行情 也不是蛮好嘛 所以 所以就比较难散 现在确实 这种工作状态是比较难散 六天以后就是父亲节嘛 然后就他就回来了 他回来了之后 我说回来 我们就在家里吃顿饭嘛 是吧 那他就回来了 我就问他嘛 我说你走了六天 你后面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他说他去找工作 我说你今天准备回去住吗 他就说你回去我就不回去 他在他同学家 朋友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他又走了 我还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现在是婚姻关系 我们也没有离婚 你走了这么久 你总有给我一个什么答复嘛 是不是 聊了结果就 不想了散 就没结果嘛 我说我们离婚吧 今天这朋友叫一下出去 那个朋友叫一下也出去 我说店里面的生意 还是要靠我们老板自己经营啊 他就说我动不动就说离婚啊 他说他不会跟我离婚的 他不会同意离婚的 我就跟他说 那我就出去外面打工吧 然后他就说 如果你出去打工的话 那你后果自负 从现在起 我会把你拉黑 他就把我拉黑了呀 然后 拉黑之后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啊 我就觉得一定要走了呀 是因为他这个拉黑的举动 导致你最后离开 对啊 他全程 他说我六天 没有联系 没有沟通 他把我拉黑了 电话把我拉黑了 信息把我拉黑了 微信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哪里 好 明白 就他不知道 再说我离家 我也真的是去找了工作啊 你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举动 或者行为 他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把公司经营好 然后 我在外面赚点钱啊 因为我觉得跟他讲道理 没办法讲 讲不清 我跟他讲不清楚 周先生是个直男 眼睛里只看得到妻子的无理取闹 读不懂背后的深意 吴女士觉得 丈夫既没情商 又没担当 结果两个人就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妻子吴女士说 他们家的公司里员工不少 平常他也在公司里上班 自从公司规模扩大之后 丈夫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人变得特别的冲 就是对我的这种态度 就是完全不用重重我 吴女士解释说 以前一起打拼创业的时候 周先生对他是言听计从的 现如今 腰包鼓了 腰杆也硬了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几个月前 他们大闹了一场 闹到了当地派出所 大概是在5月20号的样子 他那天突然走着来公司里面 他跟我说 他说我怎么十几天 二十天不到的时间 就花了七千多块钱 他说你要是每个月 能拿一万块钱给我就好了 我说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意 我赚都赚不到一万块钱 我说只能勉强维持 我们公司的正常的开支 我说你怎么不去死呢 我说你 你日常就是这样跟他讲话的吗 对啊 就是发脾气嘛 为什么呀 我这个人是比较冲动的 性格也比较急嘛 你没有想过这句话 对别人是有伤害的吗 是啊 是有伤害 其实我当时说的时候 我们是笑着说的 我的态度我不是那么强硬 他直接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之后 他隔了大概两三分钟 他又跑回来了 他说我不死 他说我先写好遗嘱 他说他买了保险 到时候受益人是你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的保险都是重极医疗险 我说你又不是买的意外险 你干嘛跟他这么认真地 讨论这个问题呀 我没有说特别说要他去死 真的我就 后来他就要走嘛 不走才怪呢 他要走 他走我就去拖他 我就拖住他 不让他走 他还是要开车走 我就把他的包抢过来 然后他就冲过来 他把我冲过来 把他冲过来 我就把他推了一把 推开了他 然后他说你打了我 我要报警 我也一个月从来没花过那么多钱 那时候也是因为买了一套化妆品 就贵了一点 我自己也比较自责呀 我就在店里面跟我们同事店里面的店员 一起唠叨了一下 我可能就被他听到了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就一下子就冲我发火 他说你怎么这么能花钱呢 谁养得起啊 还想让我一万块钱一个月 你怎么不去死呢 他都当着那么多店里面的人 是吧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就感觉好没面子 好你让我去死 我就去死 我死给你看 然后我立刻走到我马路上那里 然后看见那么多车 我突然间一下子 我又清醒过来 我想一下我不能去死 他没有去追你 没有啊 我回来之后 我发现他还是坐在那里 坐在那凳子上面 一动不动 我那时候我又一次绝望了 绝望 我们也不缺这点钱了 是吧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说了他几句吧 他立刻就冲上来 就是用那个拳头 立刻就这样这样子吹 我就赶紧躲开了 他就那个杯子砸过来 那个茶几 那个杯子全部我 往我身上砸 我就躲开了 没有砸到我 然后我说你又动手打我 我说我要报警 然后跑得很远 我就报警 然后他到了派出所之后 他说要去验伤 然后派出所的民警跟我说 他说没什么 他说你就认一下错就算了 我说好 我说我错了 还我还写了一份保证书 写再放在那里 他非要去验伤 他说 他说你打了我 他真正在介意什么 在计较什么 你真的不清楚吗 不清楚 但是我确实没有打他 他要去验伤 那个民警就说 他说如果你非要走 这种司法流程的话 你们两个人 就先关起来了 他怎么说 他说关起来就关起来 我说我是不关起来的 我说等一下 关到里面去了 我三个小孩子怎么办 我说我马上就要去 接小孩放学了 然后他非要关起来 两个人到那里 去把手机掏出来 关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那个民警 他又跑过来跟我说 他说算了 他说做一下 你老婆的工作 这件事后来怎么收场呢 后来他出来了 人家打了一张调解书出来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他每次吵架 我都没跟他吵架 他都能打 因为他真的是 打了我很多次 吴女士说 丈夫周先生性格暴躁 生气发火的时候 往往不管不顾 为此他没少吃亏挨揍 这一点 他如今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打过之后 他知道认错 然后我就原谅他 觉得过去了就算了 吴女士现在回想起来 他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原谅 并没有换来他想要的结果 那些过往的事情 如今重新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 最让他难以释怀的 是性格暴躁的周先生 对他母亲造成的伤害 提起妈妈 吴女士情绪有些激动 虽然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 但这个疙瘩至今都没有完全解开 可时至今日 周先生仍然不思悔改 提起这件事 要从吴女士最小的孩子出生说起